这是监控下让人感动的一幕 画面中一对夫妻在吵架 双方看上去都十分生气了 男人在极力解释 女人并不接受 无奈男人甩手离开 女人还是不依不饶地追着争吵 来到路中间后 男人再次做出解释 女人双手插腰气势如虹 并不打算消气 男人终于气不过 指着女人说了什么 接着就迎来了女人的一巴掌 他先是一愣 然后愤怒地举起巴掌 可以看到女人是丝毫没有畏惧 可接下来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男人在短暂犹豫后 将巴掌打在了自己脸上 随后生气地走开了 他还不忘回头看了女人一眼 反观女人一下子也是不知所措 看着男人离开 他蹲下悲伤地哭了起来 忽然女人抬起了头 站起来向男人离开的方向走去 原来男人并没有走 刚才他应该是喊了什么 女人才会猛然抬头 大家猜猜看男人喊了什么 可以让女人撒娇地向他走来 女人显然已经不生气了 男人也是抱起女人 不断派背安慰他 两个人为什么会闹矛盾 究竟是谁对谁错 我们不得而居 男人可以甩开架子 为爱低头 确实很有担当 女人也没有不依不饶 夫妻之间就应该这样 少一些面子 多一些关爱和沟通 好 好 好